好,在我开始这个环节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样东西 我有这个x2加2x-15等于0的话 如果我正常做那个开挂符的话呢 我的答案会拿到3跟5 可是对于一些学生他不懂得怎样开挂符的 我们就可以用计算机mode 然后5equation 然后接下来quadratic equation a等于1 然后b等于2 c等于-15 然后你就可以拿到它的root是3跟-5 所以在这一边你拿到x等于3,x等于-5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讲x等于3,然后x等于-5 所以我就有x-3等于0 然后x加5等于0 然后过后我开挂符两个 这样等于0 x-3,然后x加5 OK,然后 这样你就做到天余无缝了 因为老师以为你是在开挂符这样来做 然后你就做到这一个东西 然后在这一边呢 它的题目是什么呢? 它就告诉我我的root是3跟-5 叫我写成最后的这个equation OK,这样就好像我在这一边 这样这一题我就可以这样的话我就写 哦,x等于3,然后x等于-5 然后x-3等于0 然后x加5等于0 然后我就开两个挂符 等于0 然后x-3,然后x加5 然后我就会有 x2加5,x-3,x-15等于0 然后x2加2,x-15等于0 这个就是它的equation啊 所以这样的一种题目呢 它的另一种做法是这样 可是它除了这样的一种做法之外呢 我们还有另一种做法是 sum or root, product or root sum or root, product or root呢 就我简称是sopor OK,它在这一边 它有说如果我的root呢 是alpha跟beta的情况之下 那我的那个equation呢 会是x2-sopor x加4等于0 这样 sopor是什么东西呢? sopor是sum or root 在这一边就3加-5 然后我拿到的是-2 然后paw是什么东西呢? paw是3乘-5 然后我拿到的是-15 所以它是x2-2x 然后加-15等于0 所以它会变成x2加2x-15等于0 这个就是sopor的方法 OK,好 这个sopor的方法 它其实是怎样来的呢? 它其实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概念来的 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 它告诉我alpha跟beta是它的root OK 所以它是root的情况之下呢 这样就是说我的x等于alpha 然后x-beta 然后它乘进去它会变成x2-beta x-alpha x加alpha beta等于0 然后它会变成x2-5alpha加beta 然后这一边其实我是有重新换过位置了啦 减抽出来的时候 beta加alpha 我写成alpha加beta了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alpha加beta 其实是我这两个root加起来 这个其实是sum of root 然后alpha加beta是这两个乘起来 这个是product of root 所以我们知道它是x2-sor x加por OK 等于0 这样的一种东西 然后另一个呢 就是说我现在呢 如果我的equation是general的话呢 它是ax2加bx加c等于0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把我的x2来重新写过的时候 我全部除a的话 再加bx加c等于0 所以我现在对比这两个equation的时候 我就可以知道 哦我的那个bx等于negative sum of root 所以我知道我的sum of root呢 会是等于-bx等于a 然后我的product of root呢 会是等于c的a 然后在这一边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的这个-sum of root 是x的proefficient 然后过后呢 我的这个product of root 是c的a 对 在这个是另一种提醒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的 OK 总之我们知道 我要找sum of root的时候 我有两种方法来找sum of root 第一种呢 就是它给我那个alpha加beta 然后我这alpha和beta加起来 那个就是我sum of root 而alpha乘 beta就是我的那个product of root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说它给我 那一个general form的equation 然后我拿-bx是我的sum of root 然后我的cx是我的sum of root OK好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的这个equation -bx-square root bx-4ac per 2a 这个东西呢 它其实可以给我们好多的那个information 你看啊 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知道x等于-b加减 root b2-4ac per 2a嘛 OK 所以我让我的alpha是-b-这一个 然后beta是-b加 就是一个root是加一个root是减啦 然后这两个加起来的时候呢 你就会变成这一个加 加这个-b加减-b 它就会变成alpha加 beta呢 它就会变成alpha加 beta呢 它会变成-2b 然后过后 这个加这个就没有了 然后per 2a 然后它会变成-bper 2a 你看 所以我的alpha加 beta是-bper a 是另一种情况 可以拿到的 OK 然后 它这个叫你这样 跟它乘出来的话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然后 可是你如果真的 跑去做这样的东西 这样跟它乘出来的话 你到了最后 你会拿到它是 那个-bper a OK 这个 这个 有机会我该 做给大家看 OK 好 我们不要查出去 我们看这一边 OK 在这一边呢 它就给我这一个 它的2x2加x 等于4 所以我的2x2加x-4 会是等于0 OK 我把它写成general form了 所以我知道我的那个sum of root呢 会是等于-b per 2a 就是说 -b per a 不是减b per 2a 减b per a 减b per a 减b per a 否是减b per a 减b per a 然后c per a 所以我的减b per a 是减1 per 2 然后我的product of root呢 会是等于 呃 直接 整个减4 除以2 OK 等于减2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知道我的sum of root 其实是alpha加β 等于减1 per 2 我的product of root 就是alpha加β 等于减2 OK 好 来 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就 呃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s2 b是1 c是减4 alpha加β 是减1 per 2 alpha加β 是减2 所以这个是通过这一行 就是说这一行里面 我们能够拿到最重要的info 就是alpha加β 是减1 per 2 alpha加β 等于减2 然后我们拿到这一个东西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题目呢 告诉我 如果我的root是alpha加3 β加3 这样我新的那个equation会是什么东西呢 OK 所以alpha加3 β加3的时候呢 我就找我新的root 就是说我alpha加3 跟β加3 是它的root OK 这个是a的 所以我的sum of root的部分呢 会是等于alpha加3 加β加3 然后它会变成alpha加β加6 然后题目刚刚这边 我的上面alpha加β是减1 per 2 加6 所以它会变成减1 per 2加6 然后它会变成呃11 per 2 OK 然后我的product of root呢 会是等于 那个alpha加3 乘β加3 OK 然后它就会变成alpha beta加3 alpha加3 beta 再加9 然后它就会变成alpha 然后它就会变成alpha alpha beta加3 alpha加beta 然后再加9 alpha乘β是减2 加3 卦乎alpha乘β这个是减1 per 2 然后再加9 OK 所以 呃7 14 减3 11 per 2 所以它变成11 per 2 两个都是11 per 2 所以 sing的sor跟sing的por都是11 per 2的时候 这样sing的equation是x2 减sor x 加por 整理0 然后 虽然说 它题目没有讲 这一些都要变成整数 但是我们到了最后 通常我们都会把它变成整数 然后它就变成2x2-11x加11等于lain OK 所以我全部一起乘2 我全部一起乘2 会变成这一个equation 然后 它说 我的root是2alpha跟2beta的时候 它要找sing的equation 所以它同样的做法也是这样 它找了sing的sing的sing的root 是2alpha加2beta 然后2挂虎alpha加beta alpha加beta 刚刚我拿到的是减1 per 2 所以2乘减1不合减1 alpha乘beta的时候是4alpha beta alpha是减2 然后它减8 所以x2-sox加por的话呢 它就会变成x2-1x 然后加减8 然后它会变成x2加x减8等于lain OK 然后 c的这一个部分呢 它的是alpha2跟beta2 OK alpha2加beta2的这一个东西呢 我们有几个formula是要背的 然后这几个formula是什么呢 就是这四个 我有alpha2加beta2等于alpha加beta2-2alpha beta 然后alpha-beta2等于alpha加beta2-4alpha beta alpha-beta2等于sq root of alpha加beta2-4alpha beta 然后alpha2-beta2等于alpha加beta乘4alpha 然后就是说我有alpha加beta2的话呢 它其实是会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 OK 我写在前后两倍在后面啦 就是说这一个我把它expand出来的时候 它会变成alpha2加2alpha beta加beta2 然后题目现在要的是alpha2加beta2 它要的是这一个嘛 对不对 让我把这个绑过去 所以它就会变成alpha加beta2-2alpha beta 会是等于alpha2加beta2 OK 这样我重新写过 就是说我的alpha加beta2 会是等于alpha加beta2-2alpha beta 为什么我要重新写成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因为我在题目的时候 我有的info是alpha加beta和alpha beta 就是说像我们刚刚在这一题里面的时候 题目有给我们 我们从题目那边拿到的是什么 alpha加beta是-1-2 然后alpha乘beta是-2 所以就是说 现在我要拿的东西是alpha2加beta2的时候 我就要想办法让它变成alpha加beta 跟alpha beta的组合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拿到alpha2加beta2-1alpha 加beta2-2alpha beta 所以在这一边 我们就有这一个 alpha2加beta2-1alpha beta2-2alpha beta alpha加beta是-1-2 然后alpha beta是-2 然后它就变成-1-2 sq2-2乘-2 加4 Kelsey-1-2 然后呢 然后这个乘起来的情况之下呢 它这一个alpha2乘β2的主要 alpha2-2的主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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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pha2-3-2的主要是alpha2-3-2-7-2-4-3-0 然后全部一起乘4 x2-6x加4等于类 OK 这个就是它新的那个equation 它form的新的equation 好 来 在这一边呢 剩下的这一些东西 我们也可以再继续跟它做掉 So 第一个的是这一个 第二个的呢 就我要找α-β的square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α-β的square是前平方后平方 然后两倍 在后面-2αβ OK 它其实是α2-2αβ加β 但是我把前后两倍写在后面也是可以的 然后在刚刚的这一边 我知道α2加β这一个部分 OK 这一个部分 跟这个部分是一样 然后所以我的这一个可以带入这一边 OK 所以我重新写过的时候呢 它会变成α加β的square-2αβ 然后整个东西在-2αβ 所以它会变成α加β的square-2-2-2-4αβ OK 所以我就拿到第二个equation 所以第三个equation其实就是说我把我的这一个square翻过去变成square root啦 所以我的α-β会是等于square root of α加β的square-4αβ 然后第四个这一边呢 在考试的时候你不可能一个一个将去proof出来的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是把它背上来 然后最重要的是第一个的这一个 α2加β的square-2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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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β的square 这一个是最重要的一定要背的 然后不过最重点呢 就是说我们其实在这一边学的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我知道我的sum of root 我的两个root加起来 然后它的equation会变成x2-sum of root x加p等于0 然后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它给我这一个 所以这个就是属于第一种情况啦 它给我两个root 我找它的加起来了 乘起来了 然后我再写它也推现出来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ax2加bx加c等于0 之后我把它写成 所以我的sum of root会变成-b by a 然后我的product of root就是b by a ok 所以就好像这一个这一边这样 我就减b by a 就是-1 by 2 是我的sum of root 然后product of root是直接-4 by 2 然后过后呢 我再form新的equation出来 ok 好 在这一边 我们也可以看一看 那个这一边的那个 2.2的 所以第一题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可以知道第一题A 它的那个sum of root呢 会是等于2加6 等于8 然后我的product of root呢 会是等于2乘6 2 所以它会变成x2-8x加12 等于0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这一种做法 所以bcd也是同样的一种做法 我直接做d 我的sum of root呢 会是等于1.5加-5 然后它会变成-24.5 然后我的product of root呢 会是等于1.5乘-5 我拿到的是-1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它会变成x2--加-加-24.5x-1 全部一起乘5 所以5x2加-24x-5等于0 5x2加-24x-5等于0 好 然后接着第二题在这一边 它的root是-3跟-6 它叫你找p跟个 所以我们知道呢 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其实两样东西 就是说它给我 alpha跟beta是它的root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sum of root呢 会是alpha加beta 然后我的product of root呢 是alpha乘beta 然后或者是它给我 ax2加bx加c等于0的时候呢 我的sum of root会是-b分a 然后我的product of root 会是等于c分a这两个都要配上来的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一题我的sum of root是什么东西 我的sum of root呢 在我的sum of root的部分呢 它是-3加6 然后它的-b分a呢 就-挂弧p-5分1 OK 这一边我就有6-33 然后减丢过来 它变成-3等于p-5 然后我的p就会等于2 所以我的p等于2 然后过后呢 我的product of root是2q 所以我的product of root是2q分1 我的product of root呢 是-3乘6 然后它也是2q分1 所以这一边是-18 然后2q等于-18 q等于-18除2 所以我拿到我的q 所以我拿到我的q 好 好 第三题的这一题呢 它跟刚刚的这个example是类似的 OK 就是说你从它给的equation找到它 alpha加 beta 然后它form new的equation with alpha加3加2加3 这样的一种东西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一边的第三题的话 是这样 OK 第三题的话呢 我们的这一个 alpha加beta 就是我的sum of root 是-d by a -10 by 5 然后我拿到是2 然后我的alpha乘beta呢 会是等于c by a OK 它就会变成-9除5 OK 它原本有减 我才会有减啊 原本没有减的话 就直接试到个号码啊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呃 它说我有alpha加beta alpha加2 beta加2 所以跟这一个alpha加3 beta加3 就是你找sum的保性的po这样啦 然后2alpha 这个5alpha 5beta alpha-1alpha 这样 c跟b 这个a跟b 跟刚刚的那个例子是很像的 然后我们就拿1的来做吧 so我的sum of root的情况之下呢 会是等于alpha-1 然后加beta-1 OK 所以它会变成alpha加beta-2 alpha加beta是2 所以2-2等于0 然后我的product of root呢 会是等于alpha-1乘beta-1 然后它会变成alpha-beta-alpha-beta-1 然后它会变成alpha-beta-5 alpha加beta 然后再加1 所以alpha-beta-2 再加1 所以它会变成alpha-1 然后它会变成alpha-1 然后它会变成alpha-1 所以我能拿得到的 然后alpha-3 beta-3 其实跟刚刚的这个比是类似的 OK 我们的这一个 呃 第四题 就会比较 第四第五题 就会比较难一点 OK 第四第五题的这一边呢 时候呢 你看啊 第四题啊 我们知道它的这一个 呃 我需要发一点的空间 OK 好 我们知道它的alpha-beta是 这一个equation OK 然后过后呢 OK 所以我这一个 我重写的话 它是2x2加5x 减1等一类 所以我的这个alpha-beta 是我的sum of root 是减5个2 我的alpha-beta的情况之下呢 是减1等2 c等2 然后减加5等2 OK 好 这一个其实是 减1等a 这一个是直接c等a 不需要另外再减啊 另外再减啊 到我的这一个a的是1等alpha跟1等beta的时候 我用1等alpha跟1等beta是它的root 然后我找它的那个sum of root的话呢 是1等alpha加1等beta 然后我这一个它分母不一样 所以我让它的分母一样 我乘beta乘alpha 所以它就会变成 alpha加beta overalpha beta alpha加beta是什么东西呢 减5分2 然后alpha乘beta是什么呢 减1分2 所以我拿到的是5 然后我的product of root呢 是1分alpha乘1分beta 然后它会变成1分alpha beta 然后1分减1分2 然后我拿到的是减2 所以它的equation 变成x2减少x加坡 减少x减5x加减2等于0 所以它会变成x2减5x减2等于0 从x2减5x减2等于0 然后呃 b的这一个部分呢 它就有alpha加1分beta beta加1分alpha 这样的一个东西 alpha加1分beta 和beta加1分alpha 这样我的sum of root的话呢 是alpha加1分beta 加beta加1分alpha 然后它会变成alpha加beta 加1分beta加1分alpha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这个称alpha 称alpha 这个称beta 称beta 然后它就会变成alpha加beta 加alpha加beta 除alpha分alpha OK 好 所以我的alpha加beta 我刚刚拿到的是减5分2 减5分2 加 减5分2 除减1分2 所以它会变成减5分2 然后 加5 5分2 然后我的product of root的情况之下呢 就alpha加1分beta 乘 beta加1分alpha 所以它就会变成alpha beta 加 这个 t再加这个t 再加 这个t再加 呃 1分alpha beta OK alpha beta是什么呢 alpha beta是 减1分2 对 减1分2 加2 加1分 减1分2 所以它会变成减1分2 加2 减2 然后它会变成减1分2 所以它答案会变成x2 减5分2 减1分2 等于0 减5分2x 变成减1分2 减5分2x 加仆 仆是这个 OK 所以我们的答案就会变成2x2 减5x 减1等于0 OK 2x2 减5 2x2 减5x 减1等于0 对了 OK 好 然后 接着的这一个地方呢 我们的这一个c跟d的部分呢 我的 呃 第四题的c的部分 我的alpha square跟beta square的话 这样我的这一个 啊 alpha square加beta square呢 我的手的部分是alpha square加beta square 然后它就会变成alpha加beta alpha的square 减2alpha beta 然后我的pull的部分呢 会变成alpha square乘beta square 然后就alpha beta的square 然后这个alpha加beta跟alpha beta 都可以收进去 就可以拿到了 然后d的部分呢 我就有alpha perbeta加 alpha perbeta 还有那个beta per alpha 所以我的那个sum of root的情况之下呢 它会变成alpha perbeta加beta per alpha 然后我乘它的那个分母的话呢 我在这一边 我这个就乘alpha 这个变alpha square 这个乘beta 这个就变beta square 然后它这一个呢 就会变成了alpha square加beta square over alpha beta 然后alpha square加beta square的话呢 它是alpha加beta的square-2alpha beta over alpha beta 因为我有alpha加beta跟alpha乘beta 罢了 然后所以我要把我的alpha square加beta square 变成combination of alpha加beta 跟alpha beta 然后我的product of root的话呢 就很简单 它就是alpha perbeta 乘beta per alpha 就直接1哦 ok 然后过度你就把它写成x square减手 x加beta的一种方式 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继续 再来看一看这一个 第五题的这一边 第五题的这一个呢 它就有equation是这样 它的root是p跟q 所以root是p跟q的时候呢 我的sqp加q 这个equation我要跟它写成简单的方式 它会变成2x2-6x-3等于 然后-b per a-6 per 2 所以它其实是3p加q等于3 这样我的product of root的部分呢 是我p乘q p乘q的话是c per a-3 per 2 直接整个减3出2 所以我有p加q跟p减q 然后它说 find a quadratic equation with p2q跟pq2 就是说我有p2q跟pq2的new root sum of root呢 会是等于p2q加pq2 好吧 来 它剩下p加q pq是这个方式减3 per 2 p加q是3 所以它变成j 然后我的product of root的情况之下呢 它就会变成p2q乘pq 然后它会变成p3qp3 然后它会变成pqp3 然后它会变成-3 per 2 power 3 然后它会变成-27 per 8 所以x2减4x加px2加9 per 2x-27 per 8 一起变成8 8x2加4936x-27等于0 8x2加36x-27等于0 8x2加36x-27等于0 9-3 некr1